金门列宇公共事务协会 借由返金参加一年一度列宇乡芋头节活动之际 于11日至县府拜会即展开感恩活动 在与县府秘书长谢世杰 社会处长陈氏宝座坛中 列宇协会关注大桥是否收费问题 以及土地、医疗、台经海上交通的各项议题 我们金门人的心声 因为我们金门人早期也都 都属于桥乡 那在金门就是因为 也没有人希望说离家被捡 那是因为阿姨就是工作的关系 然后从早期夏兰阳 一直到后面的这个到台湾 那可是我们的心永远都是在金门 金门是我们的根 那每一个人对金门这块土地的用心 对这块土地的感情 真的是无可置疑的 那相对的我们在台湾出外打平 那也很感谢我们在地的这个县政府 还有这些长官们 秘书长、处长 这些帮我们在金门 来给我们够仔细 列宇协会一行三十余人 于十一日上午在会长洪朱生带领下到县府拜会 谈家相识与关心金门发展及建设 谢士杰至此表示 金门像一棵大树 依需稳固的发展 且根要扎实 不管在地的或外地的各同乡会 协会 民间团体 都未忘记金门的根 并支撑金门这棵大树 第一探导跟无探导 其实之前我们官方处也一直在规划 那我们最近生计的官方处也规划说 让那些老人家去坐电停车去上桥 去乘观这个桥的海运上的风景等等 那也评估过说 比如说我们的列宇湘的居民 讲是他骑着摩托车 那能不能把它换成电动摩托车 所以我分两个面向 一个是大众运输关系 那桥的两端 因为现在确实还没有不见识的很周全 假设现在正在规划 因为我们公处跟光处也在规划 桥的两头 一个是那个湖下这边 一个在靠近那个房座这些桶 那两头这边呢 可能会类似做一个旅运中心 包括交通的结果中心 这个见识起来之后 我们未来是希望说 大型的车子 大型的车子 到列宇湘这边之后 转成这些电动的重化 在座谈中 列宇公共事务协会关注大桥是否收费 以及土地 医疗后送台经交通船的各项议题外 洪珠生表示在台湾各县市乡镇都有特色 列宇湘是否可以成为全国唯一的无碳示范岛 同时 他指出在大桥两侧为设置公共厕所及大桥车道问题 县府是否有研议对策 还准复